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16岁出道演过15年女侠 拿过三次金马影后 星途辉煌却遇到坎坷婚姻 下家渣男 生活不幸还四处欠债 许峰有情有义 愿为前夫还债百万 却一不小心被大债主看上 摇身一变 承汤陈一品当家掌门人 许峰的非凡人生背后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心酸经历 1950年 许峰出生于台湾 家庭条件并不好 一家人过得十分落魄 生活的不幸并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 坎坷还接踵而至 在5岁那年 家里的顶梁柱父亲意外去世 母亲扛不起家庭重担 为了过日子只能再组建新家 母亲新找的继父格局太小 不想养徐峰 徐峰16岁那年 继父就想把徐峰赶出家门 不好直接动手 毕竟还要和徐峰母亲过日子 于是 私下暗示徐峰 你不小了 该自力更生了 言下之意就是 不让徐峰住在家里 也不愿再供他上学了 徐峰是个聪明人 很快就领悟到了继父的意思 当天就去学校 休学 准备打工了 老师同学都不能理解 为什么品学兼优的他会放弃读书 同学们问他为什么不读书 徐峰苦笑 不想学了 学不进去 为了自尊 没人会说出实话 曾几何时 年少时突然离笑的那些同学也是如此 徐峰长相出众 脑袋瓜子也好用 即便是不读书 他也很快就想好了出路 一种是很快就能拿到新史的电子厂 一种是到演艺圈碰碰运气 进了电子厂 可能一干就是一辈子了 虽说每个行业都值得尊重 不过没人会拒绝高薪收入 徐峰的妈妈心疼他 觉得影视圈太复杂 不想让女儿受到伤害 徐峰觉得自己年轻 也会洁身自好 身世不好的他打算拼一下 最终说服了妈妈 1967年 徐峰去联邦公司面试当演员 来到公司门口的时候 看到人山人海的队伍 徐峰也没有一丝丝的恐惧 排队两小时终于到他了 徐峰深吸一口气 走进了面试的办公室 他按照工作人员的要求 填写了表格资料 提交了自己的照片 简单地表演了一下 工作人员就让他回去等消息 在表演之前 其实徐峰很紧张 不过面试远远比自己想象的简单 回去之后 徐峰等了一个星期 还没有联邦公司的消息 他焦急万分 心里想着 果然我还是不是那块料 这辈子就只能打工了 就当徐峰想要放弃的时候 联邦公司传来了消息 初步面试通过 以为接下来就能拍戏的徐峰 对此十分开心 不过在进入公司之后 徐峰就失落了 来到公司还要考试 最终能演戏的是择优选择 都到了这一步了 徐峰没有退路 只能破釜沉舟试一试了 公司也提高了专业的表演老师教学表演 徐峰学表演很刻苦 演技是演员安家立命的根本 没有演技的演员啥也不是 努力认真的徐峰很快就得到了公司的认可 进入公司仅仅一年就得到了拍戏的机会 1967年徐峰迎来了荧幕首秀 被胡金泉导演选中 成为了龙门客栈之中的一名配角 与他一起拍摄电影的还是知名武打演员 上官临峰 苗天等 那也是徐峰第一次看导演拍戏 胡金泉对演员要求很高 不能按照要求拍出想要的镜头 就会被当着几百个人面前破口大骂 胡金泉可不管对方是什么咖位 只要不满意张口就骂 作为主角的上官临峰每天都要挨骂几十次 徐峰在一旁看着都胆战心惊 从那时起徐峰对胡金泉就有阴影 看见他就会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徐峰扮演一个配角没有太多的戏份 在戏中挨骂次数并不多 不过演出效果还算不错 得到不少业内人士的认可 在他18岁那年 徐峰出演了龙城十日这部电影 这一次他拥有不少戏份 电影播出之后反响很好 徐峰也因此拿到了金马奖 最有希望女星称号 初出茅庐就能荣获大奖 着实是了不得 在1971年 徐峰被公司指派和胡金泉导演 合作拍摄侠女 胡金泉虽然对演员要求严格 不过他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导演 对演员的选角有着自己独特的眼光 当时联邦公司力捧上官临峰 不过胡金泉电影并没有选他 反而选了人气略低的徐峰 这样一来公司犯难了 导演没选公司的王牌不能硬塞 更不能违背明导意愿 只得安排徐峰去参加胡金泉的电影拍摄 一般人被选为女主都高兴坏了 不过徐峰却格外难受 害怕自己表现不好 被导演骂 一直都是战战兢兢的 一切按部就班的就行 终于开始拍戏了 第一天徐峰就被骂得狗血淋头 他的表现太糟糕了 不过在被骂之后 徐峰反倒是放松了 之前一直担心被骂 反而不能专注拍戏 后来的徐峰执行力就越来越强了 被骂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少 渐渐地徐峰发现 在胡金泉的严格要求之下 他的演技飞速提高 比之前不知道好了多少 《侠女》这部电影 算得上是胡金泉的心血利作 电影成绩也很好 拿到多个大奖 徐峰的人气也水涨船高 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星 1976年 《侠女》原班人马再次合作拍摄《刺客》 这部电影再次让徐峰封神 再次拿下金马奖 事业上的成功 还是没能改变生活上的悲剧 在那个年代 父母包办婚姻成为常态 还在上学期间 徐峰的婚事就已内定 在继父的安排下 徐峰被许配给一个 不学无数的酒鬼 徐峰在涉足影视圈的时候 这个男人就不务正业 每天就是喝酒打牌 还说徐峰当演员没前途 眼看徐峰有了名气 他又觉得自己像个废物 怕别人嘲笑自己没本事 吃软饭 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 徐峰前夫假借徐峰的名头 四处借钱搞投资 不过没什么投资经验的他 自然是血本无归 徐峰知道之后 气得牙痒痒 直接就和这个不学无数 还坑自己的丈夫离婚 不过徐峰还是重情重义的 本来这些钱 他是没有义务还的 善良的他 不允许自己做一个无情的人 他做了一个出乎意料 又在情理之中的决定 打算为前夫还债 即便是有了心理准备 但是拿到账单的时候 徐峰还是被气哭了 前夫欠债百万 那时候徐峰拍一部电影 最高才能拿八千元 这还是主演才能拿这么多 要是出演配角 那么就只能拿两千多 不过徐峰并没有逃避 他有还钱的意愿 害怕的不是自己不能还钱 而是被债主送进监狱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徐峰决定主动找债主谈话 找到了当时欠钱最多的 汤城集团老板汤军年 非常坦诚地告诉汤军年 我愿意还钱 手里暂时没那么多钱 要是我进了监狱 你也拿不到钱了 希望你给我赚钱的机会 我一定会还钱的 汤军年觉得徐峰非常坦诚 且胆识过人 于是决定了解一下徐峰的故事 在知道徐峰的过往之后 汤军年对他替夫还债的精神 很是感动 决定认识一下徐峰 借着债主的身份 多次约徐峰吃饭 时间相处的越长 汤军年就觉得徐峰魅力非凡 于是就开始追求徐峰 徐峰觉得对方就是随便说说 也没有放在心上 让他没想到的是 霸道总裁汤军年真的动心了 在家里人得知 他在追求一个二婚女明星之后 汤军年直接就和家人吵架了 放下豪言 不同意我和徐峰在一起 我就脱离家族 真的就从家里搬出来了 家人被吓到了 只得同意汤军年追求徐峰 徐峰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被汤军年感动到了 于是答应了他的追求 两人感情升温迅速 1980年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在婚礼上汤军年送了很多的玫瑰花给徐峰 这也是开创了鲜花婚礼 在此之前 并没有哪个名人结婚会使用大量的鲜花 两人也算是奉子成婚 结婚不到半年就生下了大儿子汤子嘉 结婚的第三年生下了小儿子汤嘉成 结婚之后徐峰就很少演戏了 1984年汤军年知道自己的老婆喜欢影视行业 即便不演戏心还是在电影上 大笔一辉给老婆几百万 让她开个影视公司玩玩 直言亏钱没事老不开心就好 徐峰拿着这些钱创立了汤城影业 自己做投资人制片人 开始转型电影幕后 演员最了解演员 什么样的演员能有用 什么样的作品值得拍 徐峰心里都有自己的标准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拍电影一定要让自己满意 1992年和陈凯歌导演合作的霸王别姬 成就了张国荣 也成就了徐峰和陈凯歌 1995年一家人因为发展需求移居香港 汤军年目光敏锐 觉得香港回归之后发展会越来越好 想在香港大展拳脚 香港回归之后 汤军年更是推掉了好不容易拿到的美国绿卡 汤军年从1992年开始布局在浦东的投资开发 在2000年之后投资加大 开始建设现在30多万亿平米的汤城一品 汤军年投资这个项目大约有十几亿美金 眼看房子越盖越高 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2004年汤军年因突发疾病离世 家里的视野全都落到两个儿子还有徐峰的肩膀上 一家人因汤军年的离世抑郁了很久 因为汤城定价太高 也受到了不少争议和质疑 不过徐峰表示 汤城值这个价不怕差 时至今日 汤城一品依旧是国内房价的天花板 房价不仅不降 反而增加了不少 汤城打造的是国内顶级富豪区 能买得起的人大多非富即贵 徐峰实现人生三级跳 从默默无闻的小女孩成长为金马影后 再从不被看好的二婚女星 逆袭成汤城集团当家人 每一步都不容易 不排除运气成分 但更多的是自强不息与命运抗争的勇气 以及敢于打破常规的勇气